不准肘 不准肘 這樣我常常會難過耶 等我背過身的時候 再慢慢跟我丟肘 不然我會哭 好 好啦 看影片下下而已咩 那我跟你們說的事情 這個東西很簡單 就真的是一台攝影機 然後擋盤就用繪身繪移座 重點是在哪裡你們知道嗎 現在全部我參加的這個比賽呢 我跟你們講 網路上比賽非常多 你還要勝選 為什麼我要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呢 這個比賽全部參加都是男生 所以呢 你是不是又變成一支獨秀了 那人家會不會對你姿勢更加高 會的 然後再來呢 所有的人撥影片都怎樣 他就站在那裡 背景就是怎麼樣 一樣的 完全沒有美編 完全沒有痣 然後呢 頭還大大的 完全也沒化妝 幹嘛的 或者是修一下 或者衣服旁邊也穿漂亮一點 或者是說 擋那個西裝 沒有 全部PO的人都怎樣呢 隨隨便便的 所以呢 你要贏過別人 就是一點點比別人好就夠了 那這都是唐糖 真的是大家比賽 然後得到的一些經驗 就因為這些東西 唐糖這個比賽是完全第一次喔 沒有換票的活動 所以希望大家放唐糖投票 唐糖這個活動完全沒有換票 所以目前第二名實在是讓唐糖會很開心喔 所以說 這就是所謂的比賽去累積 我告訴你喔 唐糖真的要分享一些人生經驗 跟行銷沒有關係啦 但是真的就是所謂 不要去害怕嘗試 不要去害怕你會害怕的東西 去嘗試 一點一點去嘗試你害怕的東西 其實講話以前對唐糖來講 是最困難的事情 唐糖最不會講話 但是呢 唐糖有了第一次的經驗 去嘗試了第一次 慢慢慢慢的 這個東西會變成你的優勢喔 就像是唐糖呢 從來不知道自己 可以在五十秒講那麼多話 但是呢 真的 有人說你在跟空氣比賽嗎 完全聽不懂你在講的是什麼 但是我還是很開心 你聽不懂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講話很快就很開心了 所以說你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一定要去找出跟別人 不要隨隨便便去PO 不要 一定要去觀察一下下 去觀察一下下 什麼東西不一樣的 然後你去PO你一定可以贏喔 你一定可以贏喔 還OK嗎 還OK嗎 還OK啊 還沒走喔 還沒走喔 嚇到了嗎 嚇到了嗎 好啦 那個 好 繼續可以嗎 再來呢 就是剛剛唐糖講到的微網汁喔 就是Facebook的這個 Facebook的這個網頁的內容 有沒有看到朋友 就是所謂武器 就是常常那個小table來的啦 不是什麼真的是什麼大正妹什麼的 沒有喔 就是真的是小朋友 就是小配PO啦 然後呢 裡面呢 常常呢 一定常常不停的PO自己的照片 然後呢 叫大家要去投票 然後呢 還有就是要PO 不斷的PO很多的影片 下午到了有沒有看到 下午到了跟常常運動 然後呢 怎麼樣 中午到了 可以跟我運動 下班的人在幹嘛幹嘛的 你要不停的去PO一些對你有意義的事情 比如說你現在想要去做一件攝影 你可以常常PO我的作品在上面 你現在做都來得及 你以後做都來不及喔 你現在一定要慢慢去培養 用興趣去玩出一樣東西 因為你們現在大學真的很適合 千萬不要一天到晚打電動喔 很怕這樣喔 真的 因為你們現在真的很多事情 未來真的是你們的世代 但是呢 能不能玩出一片片就看你現在怎麼想喔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很有趣的喔 靠創意去得來的喔 好 好 就是剛剛糖糖講的 就是現在在比賽的這個名嘴秀喔 它就是所謂的独特性跟創意 然後你會說 呃 在經營網路的時候 糖糖糖糖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說 你的網站 評審嗎 你評審嗎 在一堆人在郭美食的日期裡面 你評審嗎 可以讓人家只忠誠於你 或者是很多人 就像我說的正妹 一堆憑什麼人家一直支持你 為什麼 剛剛我有講對不對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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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說我就要唱歌囉 邊唱邊唱 為什麼 那看你們有沒有跟我的那個回復啊 這樣我才要邊唱邊唱 好 我說 我剛剛有說吧 我剛剛有說吧 沒有 沒有 好久不久 好的 這段 要不認識我 他真的喝一杯 風味 還很久不忍 他是 真的 他的量不停